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下 事物的一些基本概念 以及我们在数据库当中 如何去应用这个事物 首先我们看 为什么我们要在编程当中 会引入这样的一个事物 要使用事物的话 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软件 它是基于一个多线程 或者说是多程序开发的 那么对一个同一个表 有可能会很多人在使用 那么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的一个一致性 所以提出了事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比如我们现在 在有这样的一个业务当中 这是一个银行转账的一个业务 如果说有A账户要给B账户 要给他花钱 也说要给他转账 那么A的这个账户就要减去1000元 B的账户就要加1000元 这两个update就必须做一个整体来执行 在这里面如果A的一个账户减了1000元 突然之间断电了 那么你下次数据库再重启之后 他的这个B账户他就不会加1000元 那么这样的话 A的钱扣了比没有加钱 这种情况那么就不好处理 所以我们会引入一个事物 引入事物的话 那么就要保证A和B 这两个update语句必须同时执行 或者说是必须同时提交给数据处理 否则的话其中一个执行成功 那么另外一个语句就执行失败 这样的话这两个数据就不能保证这个数据的一个一致性 那么我们要使用这个事物 我们就要看我们这个数据库支持我们的一个事物 那么之前我们 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一个MySoccer当中 那么这里面我们输入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 我们选择一个数据库 比如我们选择这个comply数据库 comply数据库来是通过MySAM这种存储方式存储的 那我们可以消Ander 这里面它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以 夜这种方式显示 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它这个存储实际上是采用的是 MySAM这种存储 MySAM这种存储的话 它是不支持我们的一个事物 从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 这有一个transx信息 transx信息 它是表示 这一个MySAM这种存储的话 它是不支持这个数据库 那么要支持我们这个数据库的 只有是我们的一个 InnerDB InnerDB的话 它是支持我们的事物的 事物的这个单词就是transx信息 那我们在这里面要查看我们当前这个MySAM的这个默认的一个引擎的话 那么也可以看一下 销 Variable Like 我们的一个存储引擎就是 Store A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存储引擎 这个存储引擎是InnerDB 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数据库 就是我们computs这个数据库 那么它是一个MySAM 那么我们为了要使用我们刚才的这个业务 我们要把这个业务模拟一下 就是模拟成我们这个数据库 那我们就先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去创建一个表 那我们在创建表的时候 我们先创建一个数据库 创建这个数据库呢 我们就是database 我们这个数据库叫bank 创建一个数据库 bank 这里面创建数据库 创建数据库之后 我们再使用这个数据 我们再去创建一张表 创建一张表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银行账号的一个转账的一个过程 这个表我们可以叫scccount 然后这里面有几个账号 这里是aid 然后这个int类型是latlar 还有一个是alem acclim 这个恰类型 我们给它一个20个账号 20个长度 然后再给它一个latlar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金额 accmoney 然后这个它是包含小数点的 10个长度 两个小数点 然后它也是一个latlar 这里面我们给它一个组件 primary primary key 我们这个组件呢 就是aid 就成为它的一个组件 然后要改变它的一个类型 就是我们的一个类型的话 就是inertb inertb这样的存储类型 它这个字符编码 default 我们把它字符编码给改一下 default charset等于gbk 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这样的一个数据库 创建这个数据库之后 我们现在模拟插入两条数据库 两条表 insert into accault 然后这个呢是账号为1的 然后它的名字是a 然后它里面有4000块钱 我们给它存进来 virus 咱们再插入一个是账号为b的 它只有2000块钱 这里面我们就已经插入两条数据 插入两条数据之后 我们再开一个客户端 再开一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开启之后 我们先从这一个 客户端里面去查询 现在新服务 我们的一个acca oncount 这边是有两条数据 一个是a账号 它有4000元钱 b账号它也有4000元钱 那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 从a账号 转1000块钱到b账号当中 那么这里面我们开始转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我们要启动一个事故 启动一个事故的话就是start 然后我们的一个trans actions 我们全部东西小写start trans actions 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启动一个事故 把这个s去掉 trans action 这里面就开始启动一个事故 启动一个事故之后 那么这里面 我们在启动这个事故之前呢 我们最好把它的一个默认提交 就是这个数据库 它有一个water commit 那我们再把这个water commit 我们先把它取掉 这个数据库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会自动的 会把你的update语句 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执行单元 去给你提交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设置 sort water commit 等于0 我们去设置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water commit 就是主动提交 就说你执行的是一个 增加删除修改的话 它会认为是你 执行完就会提交了 那么我们通过 set water commit 等于0 那么就把它的一个自动提交 就给它取消了 取消之后 我们这里面就开启一个事故 trans action 开启个事故之后 我们这里面我们先更新update 我们更新我们这一个 account 然后set 我们的 这个accmoney 那么a要给b转账 那么就是在它原的这个基础上 是减去1 减去1000 where 我们的aid 等于1 当我们在这里面执行完之后 那么我在这里面查询的时候 a这个账号 它实际上还是有4000块钱 因为我并没有提交 这里面因为我开启这个事故 事故的话 它只有提交之后 那么这个数据才会发生真正的更新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在另外一个客户端 那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select simple run 我们从我们的acc count里面去查询 我们还是选择我们的funk这个数据 现在这个a这个账号还是4000块钱 只有一旦我们在这里面提交之后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再更新一条update update acc count set accmoney 等于 accmoney 加 加1000我们是给第二个账号就是b这个账号 我们再给加上了1000元 加1000 加1000之后我们在这里面再查询一下 他的a账号和b账号这个金额还是没有发生改变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面已经查询 那么如果我在这里面自己查询自己的呢 这里面已经是自己在这里面查询的时候是3000到5000 但是在另外一个c型当中他查询的时候还是原了这个金额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还没有提交 那如果说我现在我针对这个事物我对他做一个提交 做一提交之后那么这个数据就会真正的去改变 就是我现在用commit去提交一下 commit提交之后 那么这里面这个事物就已经提交了 事物提交之后 那么我在另外一个 客户当中我去看他的金额 现在都已经发生改变了 这个就是一个事物 事物的一个作用的话 他会去把我们这个数据 整体提交给我们的一个数据库执行 那么这就是事物 如果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直接把set water commit 等于 0的话等于1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直接给他set water content meter等于1 那如果我现在在执行这句话 代码 我再给这个 这个账号给他减去1,000 减去1,000之后 那么这里面 因为我把这个set water content meter 这条语句执行完之后 那么他会自动提交给数据库更新 所以这里面如果以待你的程序当中 有set water content meter等于1 那么我们会在这里面 查运的时候 他的这个账号金额都已经发生改变了 现在就变成2000了 那如果此事已经断电了 那么低着这个账号的这个金额还没有加上1000 那么这显然是会出问题的 那这里面 如果我们再来做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这个sort water commit 给它改成0 我们这边给它改成0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操作 我们再给这个 A这个账号 我们再给它减去1000块钱 再给它减去1000块钱之后 我们给它执行 执行之后 那么这个数据库的数据还没有提交 没有提交的话 那么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查运的时候 之前是2000 那么现在明显然还是2000的 它不会做任何改变 是因为我在这里面给它设置了一个water commit 等于0 那么只要有set water commit 等于0的话 那么你在后面就必须得显示提交 比如说set commit 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 commit 这样 commit之后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查运的时候 这个金额才会发生改变 现在就变成1000了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事物 组织下我们这讲所讲的 这讲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什么是事物 事物的话 它主要就是了保重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移植性 就是要求我们的增加三组修改语句 同时执行成功 要么同时执行失败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引入这个事物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什么样的这个存储类型 会支持事物 这里面呢是innerDB才会支持我们这个事物 如果你用的是messm这种存储方式的话 他不支持我们的这个 事物的 三的一个就是如何使用事物 使用事物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是通过 我们的一个start transaction 这里面就是显示的去 开启一个事物 当然在我们默认情况下的话 这一个set water counter meter 也就是water counter meter 这样的一个变量 它是一个自动提交的 比如说你执行一个update的语句 或者说delete 或者说是insert的语句 它会自动的去给你更新到数据库当中 因为这个water counter meter 默认情况下它是等于1的 如果我们改成set water counter meter等于0的话 那么这里面的话 它实际上就关闭了我们的一个自动提交 那你每次执行完之后 你需要显示的commit提交一下 只有commit提交之后 那么你的这个数据 才会真正的去更新到数据库 这就是我们在讲所讲的主要内容